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南澳岛湿润的气候条件 孕育出一片海岛药用植物王国 也让当地人信奉自然的治愈之道 九月 青草依然翠绿 采药人踏足山林 写取自然的馈赠 这些牢牢依附于地面的杂草 是各有独特要效的草药 也是青草茶的原材料 当秋日来临 种子散落 采药人的目标 转移到了低矮灌木的枝条之上 桃金娘的果实已经成熟 这种黑紫色的野果 在当地被称为黑多泥 味道甘甜 滋养补血 是泡酒的佳品 但彩果需要及时 有不少到访者正寻着香甜而来 这颗果实受到了偏爱 它的果肉已暴露在外 是一道难得的美食 多数昆虫的取食方式相对轻柔 果蝇在黑多泥表面探索 利用试西式口气 寻找突破口 吸取枝叶 而一旦表面有了小洞 果实将难逃成为空壳的命运 同储一片密林 金鹰子则很少被昆虫侵袭 无需叶片的庇护 黄色果实 探出树丛 密布枝干和果实的尖刺 警示着往来者 一旁的班洛心腹 正在修补猪王 他与金鹰子共同构建出一处禁地 拒绝一切不速之客 哪怕是热情的雄性追求者上门 都被他误作为入侵者 等到果实变得金黄 金鹰子才算完全成熟 得以入药 落地发芽 或是枯萎之头 是一颗果实的自然周期 但采药人的出现 让他多了另一种可能 不同的生长环境 不同的采摘时节 采药人心中自有一本图鉴 将分散于岛屿各处的药用植物 凝结为本草之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